汪小菲自从和大X离婚后 和张盈盈的滑边新闻就从来没有断过 甚至还多次被资深勾在葛斯奇爆料是婚内出轨 日前她更是再度公开汪小菲还没离婚 就跟女性亲密交缠在一起的照片 引起轩然大波 事隔两天汪小菲终于在微博发声 说离婚早在去年2月就开始谈 她澄清因为情绪问题的确出现过久后失态 照片也是朋友拍的在此跟大家道歉 不过对于出轨多位女子的指控 她则强调是只需乌有 已经委托律师在台湾提告 在这篇至亲文之后 她其实还发了一篇长文指控 大X长期透过他人处方吃违禁药品 还要她每个月付100万台币 说她几次精神出现状况都是本人在旁边抢救 这也马上让人想起她之前突然暴走 骂小S是不是要吃太多仪式 虽然该文在发出10分钟后便被删除了 但还是被大家截图疯狂讨论 要她拿出证据说话 说她很不体面出轨难 出轨扯不清就开始转移焦点 low到底了 看来大家几乎还是站在大S这边 据苹果新闻网的求证 大S经纪人表示 西元从不做违法的事情 她也从来不强迫身边的任何人做任何事 汪小飞说字的100万元是对方在西元收入减少后自愿负担的家用 因为小孩都是大S在照顾 离婚后依旧维持原状 没有多一毛钱 而小S方面则是没有回应 稍早一直很袒呼汪小飞的S妈也崩溃大哭说 我们是正常的家庭拿来的违禁品 西元自从生儿子之后癫痫复发 她长期吃抗癫痫的药也因为压力太大 她有吃医生开抗压力的松弛剂 强调这两种药都是医生开的 绝对不是违禁品 S妈也认为汪这次做的真的太过分了 希望她能留一点口德 为了两个孩子不要再伤害西元 也透露到S现在很难过 很伤心很生气 至于会不会向汪提告 S妈则说希望不要走到这个地步